记者同晚新台北报导,进入国会第二年的民进党议委苏巧慧,在地方中央都小有成绩,今年特别推出地方周报向相亲报告,还制作一分半钟小短片,在两个小孩带领下一一检验过去两年的努力成果,影片上线不久后即获得广大回响,苏巧慧说,未来会加倍努力,让地方中央加速前进,继续冲冲冲。 苏巧慧自2016年2月进入立法院担任第九届立委,至今接近两年,从一开始的不熟悉摸索到现在逐步上手,熟能生巧的程度,期间历经不少困难与学习,为让民众更了解自己进入立法院后的努力。 苏巧慧今年推出一支仅一分半的动画小短片,由两个小孩领军一一盘点在地方的种种建树,包含三一大桥相关工程经费的争取,以及英格车站钢棚,座椅更新等,都在短片中火灵活现的展出。 除了年轻族群,苏巧慧也推出指本地方周报,让地方相亲更了解自己在立法院的成绩。 苏巧慧在周报中说,两年来不只市立多个地方服务处,也累计共2412件选民服务与法律咨询案件。 苏巧慧强调,未来会加倍努力替中央与地方推动更多改革。